诸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接着来学习《轮椅讲句学儿篇》第九章 曾子曰 圣中追缘 您的归后语 这一章简单 但是能做到就是善了 这一章是对在上位国家领导说 上学是至天职以至于素人都必须如此 领导人自己必须做个样子 才能领导人 在上职领导时不可敷衍了事 受领导的人才愿意领导 领导者做错了 受领者可以敷衍 不使他失面子 如中国节日 端午节等节日及现今的国庆节可以随顺 若八八节等开会可以去敷衍 至于情人节 依人节不合国情 中国主张民无信不利 怎么可以依弄人 欺骗人 这个节日可以不用 孝道为首 当领导要百姓好 上一章说的 重 危 都是厚 外在 危 于 稳重 内在也能厚重 一切庄重 危 于 都是自己厚 学问 道德 待人都必须厚 人敬我一尺 我敬人一丈 每逢红白事 先来薄 后去重 虽不是加倍烦礼 也必须教员来多 婚礼 商礼都有礼部 也有签名部 签名部有什么用 因为有人理到人不到 若人家曾经来参加 或者送礼 他有事的时候 再忙也必须去 但九十岁的人例外 曾子曰 圣中追眼 孝道十分要紧 孟子所谓的 大事 就是父母之善 若一不小心 后悔完了 宋子后来知道了 也无法挽救 所以必须慎之 这是大事 从前的行徒出访 从前的行徒出访 平时走大路中间 人们的行徒出访 人们都必须树戒 若遇到有出病 行徒也要回避 因为他是 为人父母之善 如此可以说到上行下效 子路早年穷困 后来做官 后来做官 见顶直哭 因为再也不能让父母吃了 宗是指父母死后 练兵的时候 就是入炼出病 圣中并不是装上珠宝玉器 不是 给这个父母 放在棺木 放很多珠宝玉器 放这些 漫长毁盗 这个有人会去盗墓 这是害父母 自古以来 皇帝的灵墓 没有不被 挖出来的 商礼都做到了 便不需要太多的珠宝玉器 这些物品 这个不需要 这叫做圣中 圣中之后 不是就算了 还要追缘 有子孙 永远必须上坟 就是清明扫墓 这子子孙孙 都要扫墓 这是厚道的表现 事始如生 现在的人 吊子大业 孝子亦然 好像父母死了 没有哀妻之情 还在孝 这就违背理了 由此可知 这个人家的未来了 后代啊 必不能久想 自成之道 可以先知 读书多了 自然可以先知 并不是神通 读圣贤书读多了 看到这些事情啊 就知道 他的 结果 明德归后 以 领袖 领导啊 如此 圣中追缘 上行下效 百姓便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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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杀人在街上杀 误伤不判死罪 但是对父母没有误伤两个字 就算误伤也必须死罪 因为父母教养他还杀父母 这是没有人性的人 处以凌辞之罪 后来改为大萧八块 县官必须撤职 因为他为民之父母如何教的 今则杀父母如宰女 民情对家庭交迫 如何能爱国 自古求忠诚必于孝子之门 中国能存在五千多年 不是有钱或武力 而是文化的心理作用 我们必须往后处写 外国人对我们有恩 我们也可以厚待他 若对我们不好 我们只要报之以直就好 大家必须得学后 后道 学祖宗信 美国高华德一眼来台湾 写如老人 他说 无意被送他几件中国古董 并不是巴结他 而是他对中国好 无视为佛 这是写如老人 那么他做个这个榜样 给我们来学习 好 今天这一章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贵增长 伐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